中国大陆出什么新闻,什么热点事件,他都会站在中共官方的立场上,他都会打压弱者,都会歧视弱者。 他这是他多年以来一贯的作风,他就是在蹭热度,一直在蹭。 其实这次来台湾,他就是为了蹭台湾大学。 王智能这个人,他不了解文明社会是什么样子的,也不认可这个民主法治的理念。 他就是一个从中共体制内出来的人,就是带有余毒的,他自己不认为,到现在为止他都不认为他做错了。 任何事情他都可以工具化,他觉得只要他认识台湾的女朋友,跟台湾的女朋友结婚,他就可以来台湾,就可以竞选例外。 他是把台湾当成什么了?这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哦,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哦。 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他可以采取任何手段,这就是中共的作风。 他们从体制内出来的人,就是转身就带入这个余毒。 他为了达到目的,可以做任何事情,根本不会在乎这个文明社会的规则。 他的立场,出奇地跟中共官方一致。 出奇的是,站在中共官方的立场上,就是为他们做宣传,为他们喜剧。 就是台湾各界,包括这个蓝绿白,本来是非常对立的阵营。 结果这次在对待这个人的态度上,出奇了一致。 我觉得他做了一些好事,他团结了台湾社会。 是的,是的,其实在多年前,在中国大陆的时候,在那个微博时代,我就了解,注意过这个人。 他是一个,当时是体制内的人啊,就是前央视记者。 当时他的微博还在,那个时候在历次热点事件中,就是中国大陆出什么新闻,什么热点事件。 他都会站在中共官方的立场上,他都会打压弱者,都会歧视弱者。 他这是他多年以来一贯的作风,就这么一个人。 不但不是同一等级的人,而且不是同一性质的人。 人之谦是真正的是那个反习的,反体制的,反专制的,王志安不是。 王志安是一个一直想死贴体制的,只想往上填往上爬的人,完全不是一码事。 他就是在蹭热度,一直在蹭。 其实这次来台湾,他就是为了蹭台湾的大学。 他主动打电话给这个主办单位要求,邀请他。 结果呢,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人,所以就不邀请他。 然后呢,其他人,就是那个官选堂来,他就撑热度,就说,啊,这些人里面谁谁不如我,为什么不邀请我呢? 人家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,所以不邀请他。 他这次上了一个特会游节目呢,这个节目本身就有问题。 就是当时在那个画面中,他提示残疾人,那些主持人和旁边的人哄堂大笑,就是,是物以类聚吧。 这次,那个,反映什么问题呢? 王正恩这个人,他不了解文明社会是什么样子的,也不认可这个民主法治的理念。 他就是一个从中共体制内出来的人,就是带有余毒的。 他自己不认为,到现在为止,他都不认为他做错了。 这样的人,他应该受到一点教训,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了,就是,任何事情他都可以工具化。 他都是,他觉得,只要他认识台湾的女朋友,跟台湾的女朋友结婚,他就可以来台湾,就可以竞选例外。 他是把台湾当成什么了?这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哦,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哦,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他可以采取任何手段。 这就是中共的作风。他们从体制内出来的人,就是,本身就带有这个余毒。 他为了达到目的,可以做任何事情,根本不会在乎这个文明社会的规则。 就是,对这个人呢,其实我了解的不是很多了,我只是对他有印象。 对他了解比较多的是那个王亚军,就是现在在泰国的那个王外嘴,他是对王政安的历史很清楚。 王政安多年来,干哪些事情,是个什么样的人,就是他做过一个整理。 我对他整理的这些东西呢,都是有点印象,但是了解的不是很深。 有这个意味,就是我没有证据证明他是中共体制内现在还在为中共效力的人。 但是在历次热点事件中,他的立场,出奇地跟中共官方一致。 出奇的是,那个,站在中共官方的立场上,就是为他们做宣传,为他们喜剧。 就这么一个人,他的行为就是很值得疑虑。 但是你说他有没有是中共官方的快遣呢,这个我没有证据。 就是他有没有拿中共官方的经费呢,我不知道。 就是他,但是大家,就是,就是华为社会都很了解他,都知道他什么样的人。 所以呢,都是敬而远之了。 嗯,至少就是中共体制会赞赏他这个做法。 那个,然后呢,小粉红会支持他。 很多小粉红会支持他。 嗯哼。 就是,包括他这次出格的行为,很多小粉红都会为他喜剧。 嗯,就这么一个人,他混到这个地步,都说他就有自取了。 就是,你说他回中国之后会不会有事呢? 我认为不会有什么事。 哦。 就是,不会有什么事。 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地得罪中国这个体制。 你说会不会受到一些象征性的惩罚? 有可能。 因为那个不听话的奴才也会被手机教训的。 是不是。 嗯,是的,这是一个人品问题。 就是,嗯,一个是,就是中国的网民,再一个,就是台湾各界。 你包括这个蓝绿白,本来是非常对立的阵营。 结果这次在对待这个人的态度上出现了一致。 我觉得他做了些好事,他团结了台湾社会。 不忽略的光也有信任里的啊。 那是无同的一位客人可以带到一 полностью。 没有人我想 biggest量的。 我50度就给你带到那么多人我们去看吧。 再给你带到那里。 那我也能再推荐一下。